大皇子还真是命空 眼看着从那么小的人长成这么大 终究还是躲不过这一劫 哎呦 巴巴抢去要养的孩子 这就要命数尽了 瞧着贵妃对大皇子那般上心 这孩子要是真没了 贵妃还不得难受死 平日里碎嘴巴巴个没完的如贵人 这会儿倒是沉默了 等 你这会儿倒成了闷葫芦了 你从前不是最恨贵妃了吗 现在她这样子胭脂不是她的报应 明妃娘娘还是少说两句吧 贵妃即便有再多的不是 可成欢又没得罪咱们 哼 她养出来的孩子能是什么好东西 要我说 她就是天生克皇嗣 不然怎么自己的两个皇子全都没活下来 倒是捡来的这个 也马上烙没了 芸妃越说越起劲 全然没有注意到宋昭脸色阴沉地靠近她们 如贵人发现宋昭到来 皇后娘娘万安 皇后娘娘万福今安 临贫今日 倒是好兴致 芸妃 皇后娘娘这是何意 哦 你听不懂吗 董贵人真真是糊涂了 来人 董贵人诅咒皇嗣 将她送回长春宫禁足 连带着将她封妃的圣旨与妃为朝服都收回来 曾经往后 这宫中再无芸妃 有的只是贵人董事 芸妃闻言棱在原地 直到两个小太监上前要捉拿她 才惊呼着大吵大闹起来 我看谁敢动本宫 本宫自皇上登基就列为四妃 伺候皇上多年从无过错 皇后怎能这般满横 说要降了本宫的位分就降了本宫的位分 皇后娘娘端礼六宫 本就有权处置有过错的嫔妃 嫔妃生位分须得皇上下圣旨意或口语 但将位分皇后娘娘是有权先斩后奏的 本宫与皇后说话 与你这虎女何干 本宫没错 皇后已面之此便要降了本宫的位分 本宫不服 你不服 本宫是正妻你是妾 原本本宫要罚你是不需要理由的 但你既不服 趁着大伙都在这 本宫也得将话说清楚了 免得要旁人以为本宫真如你所言是蛮横之人 说就说 本宫没错 你凭什么要降本宫的位分 你父亲从前在冀州占地为王的事 陈贵妃先前已经与本宫说过了 但他也是想给你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所以并未告诉皇上 如今这机会本宫和贵妃都给了你 可你却不懂什么叫做安分守己 既然如此 本宫只好将你母家那摊子烂食一五一十的回禀给皇上 不 不可能 他怎么会将此事告诉你 哼 你且等着皇上彻查之后 看看你还能不能保住如今这贵人的位分 再来与本宫叫嚣吧 不可能了 臣妃竟然会将我母家占地为王的事情告诉了皇后 可当初如果没有您家的包庇 父亲早就已经露线了 虽然您家父子已死 但这件事一旦抖出来 皇上定会对臣妃有看法 他不是最看重于皇上的情意了吗 怎么会如此 云妃根本摸不清臣妃的路数 一时间心乱如麻 哭通一声跪在宋诏面前 淒淒惨惨的求起了饶 皇后娘娘 贵妃从前对您也多有刁难 臣妃方才的那些议论也是在替您出气 您又何必要对臣妾赶尽杀绝 没人要对你赶尽杀绝 是你自己容不下你自己 来人 带他走 云妃娘娘 我不对 如今该叫您董贵人才是 董贵人 您请吧 云妃剑求饶无望 竟然风魔般起身冲向宋昭 小福子赶紧拉住他 你起开 你别碰本宫 宋昭你这个贱人 我要 还不等云妃撒完坡 云山轮远的巴掌扇在云妃脸上 董贵人若是再敢放肆 今找了皇后娘娘 那就别怪奴婢坏人将你抬回长春宫去 能让您自个儿走回去 已经是皇后娘娘给您的体面了 奴婢问您 这体面您要是不要 不好 若是等下皇上来了 知道我刚才说了那些话 怒急之下只怕会更难收场 还是先忍气吞声 再另做打算吧 云妃挨了一巴掌才算是彻底老实 乖乖跟着小福子的人走了 后妃们彼此面面相许 皆是被宋昭极富压迫感的气场给吓住 承欢是皇上的长子 日后本宫若是再听到 谁敢在背后议论皇嗣的不是 那么今日董贵人的下场 便是放肆无状之人明日的例子 二等可听明白了 臣妾几孙皇后娘娘会 行了 既然贵妃闭门不见 也不需要你们在这惺惺作态 都各自回去吧 后妃们谢恩后陆陆续续离开 招儿 你好好劝劝贵妃 她待承欢心思极重 我知道 皇后娘娘 贵妃娘娘说外头日晒 让奴婢请您进来 丸姐姐 我想去看看陈欢 陈欢喝了药才睡下 她免得且让她好好儿先一些吧 刚才想了一肚子的劝慰之词 却不知道从何说起 刚要开口 却被陈妃抢先拦住 招儿 多谢你 哎 看来丸姐姐什么都懂 她是在谢我没有揪着陈欢不放 将静和的死彻查到底 留给了陈欢最后的体面 宋昭和陈妃彼此静静对望 都从对方的眼神中 看出了浓浓的关系 丸姐姐若有什么需要 只管于我说 我定当竭尽全力 不必了 我只想安安静静地 陈欢走完这最后一段路 哎 只怕那孩子 现在已经变成了血人 丸姐姐之所以不让我见陈欢 是不想让我见到陈欢 如今的惨状 也是想让所有人 都记得陈欢最美好的模样 好 我知道了 就算我曾经怪过陈欢 如今也已经放下了 本 回去吧 宋昭回到凤凰宫 抱着强保哄陈妍睡觉 萧锦衡拎着两瓶酒 满脸悲怆地来到她宫中 看到陈妍冲得她笑 便从宋昭怀里接过强保 粗鲁的动作 惹得陈妍一阵大哭 宋昭看着心疼 忍不住攥紧拳头 喊儿 朕又要是娶一个孩子了 萧郎 别这样 陈欢是朕的长子 他一说他熬过五岁 便能平安长成 可为何 这时候看着皇上的眼泪 倒像是真的 毕竟那也是他看着长大的孩子 多少也是有些感情在的 但看他这副深情的样子 还真是恶心透了 当初他下旨要赐死 陈欢的时候有多么决绝 陈欢长到了这个年纪 他却是连抱都没抱过一次 朕儿 真希望咱们的孩子 能一切都好 有萧郎福泽庇护 孩子们自然能平安长成 那就好 那就好 真不想再失去任何一个孩子了 娘娘 皇上喝了这么多酒 要不要请太医过来守着 也好 你去把当值的太医叫过来 再让云山熬一锅醒酒汤 承夜闻不得酒味 我先沐浴一番 再去哄他睡觉 又过去了几日 永和宫的大门依旧紧闭 宋昭叫来张太医打探陈欢的消息 皇后娘娘 陈贵妃今日停了太医院的问诊 宋昭愣 你的意思是说 陈贵妃已经彻底放弃了 被陈欢的治疗了 皇后娘娘不必上心 其实陈贵妃的选择也是最正确的 大皇子病入膏肓 在治下去也不过是抢留他在人间 多受一天的苦罢了 皇上这几日去看过承欢了吗 没有 那日皇上去过一次后 就再也没有去了 呵呵 皇上还真是薄情 那天哭得那般情真意气 我还以为他会日日都去瞧瞧 起码也陪承欢度过最后的日子 其实也并非是皇上不想去 当日陈飞也曾劝过皇上 若是看着实在难过 便也不必每日都来 张太医 因你所见 陈欢停了太医院举院之力 为他吊着的一口气 那么他余下的时日还剩下多少 回娘娘 怕是活不过明日了 宋昭摊坐在暖座上 泪水瞬间决堤 口中喃喃自语 明日明日 宋昭目光赤然地望着永和宫的方向 想起当日陈飞当众违抗萧锦衡的命令 坚决要护住陈欢的场 明日六月初七是成欢的生辰 儿子 生辰喜乐 谢谢母妃 母妃 那是流心蛋吗 当然了 你看 这是母妃亲自喂你煮的 儿子还从来都没有吃过流心蛋呢 从前也只是看锦月和若心他们吃过 那时儿子求你让我尝一口 您都不让呢 你这小馋猫 母妃还准备了你总嚷嚷着想要尝尝的海鲜 从前不让你吃 是因为你的并不能吃生冷的食物 可今日是你的生辰 母妃便破例许你一次 多谢母妃 陈欢迫不及待接过往大块躲一起 才吃了两口 身上的皮选便又大幅裂开 陈飞慌的立马将碗端过来 乖儿子 母妃喂你 真好吃 谢谢母妃 陈欢简单的一个咀嚼动作 脸上的沟壑就流出几行鲜血 陈飞健壮 眼泪也止不住的往下流 儿子 对不住 母妃怎么哭了 您不要哭 是不是因为儿子做的不好 所以惹母妃伤心了 都是儿子不好 母妃一直都教导儿子君子坦荡荡 为人做事都要光明磊落 但是儿子却骗了母妃 三弟弟 是我害死的 长姐也是我 不要 陈欢别说了 其实母妃应该很早就知道了吧 可是母妃不明白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是因为陈瑾对你的打骂羞辱 可是你又为什么要害了陈玉 母妃知道你原本要害的并非是静和长姐 这一切不过是阴差阳错 但承玉她才回宫幼稚里输 应是从未伤害过你 不是的母妃 我让三弟弟去钻铁球 我知道会害死她 但我这么做也不全然是因为她打骂我羞辱我 我最恨的 是因为她说父皇杀死了母妃的亲人 父皇恨母妃也恨我 我不允许旁人这样说母妃 傻孩子 你为了母妃做出这样的错事值得吗 值得 哪怕我知道 母妃不是我的亲母妃 原来你 你真的都知道了 我之所以要害承玉弟弟 是因为慧娘娘说 母妃养着儿子是为了让儿子争气去争处 儿子争气了 或许父皇日后就会对母妃好了 我不想再让母妃常常对着宫里的新遗述流泪了 自从去了上书房后 儿子一直用功读书 其实父皇原本已经对儿子另眼相看了 可是承玉弟弟一回来一切就都变了 承玉脸上的愧疚之色越来越浓 语气也是傲丧极了 父皇带承玉弟弟很好 看他的眼神和看我的眼神截然不同 后来没多久 父皇更是直言要将他立为太子 我不想辜负母妃 所以我想当储君我想当太子 我想让母妃一辈子都对我好 承妃哭着把承玉搂进怀里 傻孩子你真是何苦 母妃对你的好 全然不是因着这些 自母妃养你的那一日起 早就已经将你当成今生儿子了 我所愿也只是你能平安健康而已 儿子知道 我永远都记得 您日日为我擦身 还日日给我煎药 还有在我高烧不退时 母妃守在我身边整整三日都不曾合眼 承妃下意识瞥了眼一旁放在炉子上 挥着的糖药 母妃没有你说的那么好 其实母妃 儿子知道 我知道母妃换了儿子的药 承欢轻飘飘的一句话 却是惊得承妃头皮发麻 承妃慌张的刚想要开口解释 可承欢却对着他灿烂一笑 那药我日日都吃 只有我知道他有多苦 可那日母妃拿给我的药甜甜的 他不苦了 真好啊 其实儿子一点也不喜欢吃苦 母妃常对儿子说苦尽甘来 所以如今这苦吃够了也终于有了甜 承妃听着承欢所言 早已哭得不能自已 承欢伸出干枯的小手 笨拙地帮承妃擦干眼泪 母妃不哭 儿子从来都没有怪过你 那日母妃和郭院盼在私下里说的话 儿子都听见了 我身上每天都很难受 也一早就撑不下去了 如今也好 日后儿子再不用喝那些苦刀发色的药 也再不用日日都泡在药汤里面两三个时辰了 其实母妃不知道吧 儿子在药汤里泡了这样久 如今还和母妃一样是个汗鸭子呢 承妃极力平复着激动的情绪 将承欢紧紧拥入怀中 母妃 儿子是不是让你失望了 没有 承欢从未让母妃失望过 你是最好的 你一直都是令母妃骄傲的好儿子 承欢闻眼 靠近承妃怀疑 找了个舒服的姿势闭上眼 母妃 其实我真的很想很想你就是我的亲阿娘 你说人会有来世吗 若是有来世 母妃做我的亲阿娘好不好 我也再不要多这样的病 那样就可以一直一直陪在您身边了 好 阿娘答应你 承欢安安静静地躺在承妃怀中 满脸幸福的小声的您难着 谢谢你 阿娘 承欢很喜欢阿娘 三日后 承妃亲自主持承欢丧饮 众后妃哭成一团 承妃却是面容肃穆 一滴眼泪 贵妃 事者已已 你莫要太过伤怀了 朕知道你疼承欢 也知道你心里难受 想哭便哭出来吧 乖儿 承欢被那病折磨得久了 如今去了未尝不是一种解脱 阿子 阿娘出身无将世家 没读过多少书也不懂什么大道理 可阿娘的父兄从小就教导阿娘 欠债还钱杀人偿命 这是最天经地义的事 你是阿娘的儿子也是您家的后代 阿娘亲手断了你的生路 算是将这条命还给了静和 也是还给了成吉 要你走得清白 你别怪阿娘狠心 今日阿娘待你如此 亲手要你偿了你欠下的血债 陈飞抬眸眼中含泪 满目柔情的雨消 陈飞抬眸眼中的眸光撞上 陈欢 你放心的去吧 来日阿娘也会亲手要你父皇 偿还他所欠下的债 陈飞转头将头买入萧锦衡怀中 无声地啜泣起起来 婉儿别伤心了 有朕陪着你 一切都会过去的 一个月后 陈飞终于从悲伤的情绪中缓和过来 萧锦衡则是忙着处理云飞母家的事 皇上 卑职已经查清 当初宁百川行军路过冀州的时候 却是发现董事的父亲占山未亡 但并为第一时间上报给朝廷 看来朕砍了宁百川 还真是没有冤枉他 江德顺去把云飞给朕叫过来 神问你 你父亲的事情 贵妃是什么时候知情的 皇上 臣妾不敢隐瞒 臣贵妃一早就知道 还以此要挟我以相为隐 去害过嘉瑞皇后 如果您要罚臣妾 那臣贵妃之情不报同样罪不可赦 罢了 嘉瑞皇后生前作恶夺端 如今臣妃又有丧子心痛 朕也是不忍苛责 这件事朕暂且先不追究 你日后在宫里给朕老师店 若是在嚼舌根或者想戕害别人 那朕断然不会轻饶 臣妾多谢皇上开恩 这一日 萧锦衡来奉鸾功用武善 等孩子们都离开后 拉着宋昭商量复立太子一事 承欢的丧事也离毕了个把愿 宫中皇嗣接二连三的处事 不瞒招说 朕心里时事有些慌了 昨日问了青天间 齐云子微星围拢杀气 当有皇外喜事冲一冲方 可缓解不祥之兆 所以朕打算 不日将成玉复立为太子 招而一下如何 皇上第一次将成玉立为太子 是为了给自己肿生鸡埋伏纸 如今第二次将成玉立为太子 是为了给自己党灾截破煞气 这样令人作呕的话 可他却能堂而皇之地说出来 而且还满面春光地看着我 倒像是将成玉立为太子 是他赐予了我们母子无上恩赐一般 宋昭强忍着心底的恶心 冲着萧锦衡浅一笑 成玉年少仍缺历练 臣妾觉得如今立他为太子还不是时候 无妨 早日成为太子 便是早日知道自己肩上的担子有多重 也会更加刻苦勤奋 听得出来 皇上压根就不是来征求我的意见的 或许在他看来 当上储君这样添大的好事 世上就无人会拒绝 这件事就这么定下了 还有另外一件事 云飞伺候朕久了 你罚了他 他如今也是知晓了自个儿嘴碎的毛病 哭着与朕保证他日后定会谨言慎行 孤儿朕打算付了他的封号和位分 只罚奉半年略施薄成便是 云飞的问题压根就不是出在了碎嘴上面 而是出在他母家在冀州战地为王的国政事 按说皇上一贯最忌惮这些 可为何这次他会这般反常 非但不重则反倒还付了云飞的位分 可是这些话我是不能问出口的 皇上需要的是一个顺从且懂事的皇后 一个拿得出手且听话的花瓶 若我此刻提出反驳的话 说不准他又要被我们母子使什么坏 宋昭温柔的笑了笑 走到萧锦衡背后替他按摩肩膀 臣妾当日也是气急了才会重罚了云飞 成欢病成那样 臣妾为人母 自是看不过去有人在这个时候说些不着调的话 但事后想起也是自觉这惩罚有些重了 招儿赏罚分明 替朕将后宫治理得很好 下个月新秀入宫 也还得招儿多费心才是 才刚死了两个皇子 就着急找新秀入宫 听他的话里的意思 是嫌为他开枝散叶的人太少 耽误皇室繁衍子嗣了 既然如此 那我便让你选个够 皇上放心 这是臣妾的本分 定然不会让你失望的